3 работать 來很開心 采訪到我們台灣隊第一種子 黃聖傑 而且這次整個跑下來,排名ディ傑 現在排在第六 第六 那我記得裡面有兩場曾經跑到第五對不對 對對對 甚至單圈我看到你可以飆到43秒啦現在 就是不能持續啦 就是只能出現了一兩圈三圈這樣子而已 不過因為我對你的了解是越跑越快越跑越穩啦 因為車子要一直設定要一直在改啦 然後看場地的狀況去調整 那你看在車場上 那哪一個人的跑法你覺得比較值得去學習 或者覺得他的跑法是蠻不錯的 還是他啦比較穩定然後又快 那你自己車子從一開始的練習到今天的資格在挑了多少東西 先講鯉耳氣片 原本是兩個鯉的爬法設計的鯉耳氣片 然後加一個塑加的奶龍鯉耳氣片 三個然後後面調整到三個公式原廠的練習片 然後彈簧從最軟然後調到最硬 為什麼會這樣調是場地條件差很多 力力越來越好然後不會讓輪胎打滑的很嚴重 所以就一直加強 會變動力速度要更直接一點 扭力要加大加強 輪胎上有沒有做什麼調整 也是從超軟然後換到最硬的 就超軟軟然後硬的 這三個去做選擇去調整 其實就這兩年我們去年從北京 北京那時候拿第三 我知道應該是可以到第二 總總原因到這一場其實發覺你進步很多 真的很多 也代表台灣來參加這種國際比賽 其實對台灣對的四氣其實很有幫助 你看像冠線 然後看到你這樣的表現 自己也會去敵力 也會去更加更加增進這樣子 那在因為馬來西亞這邊其實很容易下雨 有沒有做好就是說它雨天的這個準備 有啊雨天有輪胎是基本的嘛 細丁胎然後雨用雨天專用的那個濾清器都準備好了 我是覺得啊還是先查一下氣象 對啊雖然這邊氣象不一定準 可是我覺得可以值得參考 那這裡的名產就是西北雨 會突然下一陣大雨 然後又出大太陽 你看看會不會這一次有沒有 就是破例 從頭到尾都是好天氣 對啊 OK那明天還有一天的準備時間 我們預祝阿傑獲得一個很好成績 代表台灣多了更好的成績這樣子 OK好謝謝 謝謝謝謝